你让欣欣跟医护人员交头接耳 就在新北中和由某栋公寓爆发群聚 让附近居民提心吊胆 这里做生意的 我们这里的管委会有 手机里面有群组里面有讲 那会不会担心就收到这个检查 当然了 就附近而已 当我收到讯息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用一般那个什么平常性就好了 这栋公寓因为先后验出两名确诊 于是新北市府扩大筛检12户 总共29人 这一筛不得了增加了6例确诊 其中3人是同住家人 剩下是不同层楼的住户 已经匡列相关接触者共306人 127人列居隔 其中已经有209人确定阴性 除了同住家人 有一个是5岁小孩没打疫苗以外 其他都有打过两剂 过到三剂的疫苗 但是因为有一户 除此都没有联系到 而且小米也没有回应 知道在中午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再度的知道里面 还有两个人都在里面没有出来 我们会要求他们来做好裁检 至于新北市29号 还有一位在劳保局工作的员工确诊 匡列裁检接触者和居隔各12人 才一个晚上中和区确诊爆炸 初步判定疑似是因为确诊者足迹重叠 引发交叉感染 足迹都在超商附近 也都在相对一个地区里面 所以我们在中午一早9点钟 就做了一个警服机动筛检站 机动筛检站预估三天要广筛2000人 气氛紧张 连公寓旁的菜市场也升高警戒 人车进入都要实名制量体温 除了中和之外 永和淡水也有确诊个案 而且感染源都不明 社区传播恐怕何难避免 疫情死灰复燃 侯友宜决定防疫还是依循中央规范 步步为营 华语新闻张家宝林嘉倩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引证明